还没收到KYC邀请 急 收到KYC的还没审核通过的 也急 到时KYC通过了派币还没映射到派钱包 又急 等映射了还没抑惑 又急 等抑惑了还没开放四组网 还不能上交易所变现 还是急 总之就是急 嗨 我是一本 近期在群组和各大群组都可以看到一些派友表现得很急躁 主要是还没有收到KYC的邀请吧 也可能是因为Pinework12月公布的封闭式组网和近期的更新不符合他们的预期吧 一本认为其实我们都误会了Pinework 一本会在这一期影片和大家讨论到底我们误会了Pinework什么 然后看到影片的最后你再告诉我 到底是Pinework不好还是我们误会了Pinework 老朋友在观看之前先点个赞吧 新的观众朋友如果觉得这部影片有帮到你的话 就一定要记得点赞订阅打开小铃铛 第一个误会Pinework是骗局 我在2010年底加入Pinework 刚加入的时候还是带着怀疑的态度 那个时候很多东西都还没有出来 没有派浏览器 没有派钱包 没有派区块浏览器 头脑风暴里面也没有什么生态 一本主要是通过学习区块链 通过很多影片和部落格来了解更多了 才相信Pinework不是骗局 然后去年三月初就开始大力推广步道 我敢露脸大力推广 当然是因为我相信Pinework不是骗局 相信Pinework是可以成功的 要不然我怎么经得起黑粉一直来黑 叫我不要发梦啊 叫我不要天真什么的呢 有些派友会比较急躁的其中一个因素 也是信心的问题 会开始点闪电按钮的 至少不会认为Pinework是骗局吧 他们都是处于相信和不相信之间 Pine app摆平几个小时了 就问Pine是不是跑路了 Pinework主页面更新没有比较好的消息 就认为Pinework在拖 关于Pinework是不是骗局 我在这部影片已经有讲很多了 今天我就再讲几个重点吧 第一 史丹福博士团队 Pinework创始人尼古老师博士 常常都会在Pinework主页更新的时候 亲自上阵 我们也可以在Pinework的官网 YouTube频道 社交平台 看到他们的史丹福大学博士团 创始人常常以真人示面 就连团队中的其他30人的身份 也都全部公开的 尼古老师博士的身份 都是可以在网络查找的 小轩就在这部影片 列出了很多关于尼古老师博士的资料了 可以省下大家很多时间去查找 这个是尼古老师博士的学历 都是可以在网上找到的资料 你可以看到博士在史丹福大学教授的是 区块链的去中心化应用 也就是DEPS的课程 那你觉得这样的协力和经验 有本事创建一个区块链的公链 以及建立区块链的生态应用吗 第二 手机没有算力 所以用手机挖矿就是骗局 了解区块链的人都知道 所谓挖矿就是对于那些维护区块链网络的节点的一种奖励 如果你是维护比特币网络的节点 你的奖励就是获得比特币 而作为比特币网络的节点是需要很强大的超级电脑才可以挖矿的 那你手机的那一点点顺利怎么可能可以挖矿呢 没错 手机并不能作为Pinework的节点 Pinework的节点也是需要电脑才可以做的 所以现在的新挖矿机制就已经开始提供奖励给用电脑做节点的派友了 Pinework所谓的手机挖矿 其实是存放在Pinework中心节点的积分 只有当派币影射到派钱包的时候 我们在Pinework分配到的派币才真正成为去中心化的加密货币 第三 为什么Pinework要给我们免费的钱 没有接触过加密货币和区块链的派友一直以来都不能了解 为什么派币以后有价值 或者说为什么派币以后是钱 就只听说派币可以有免费的钱才参移进来 首先派币现在没有什么价值也不是什么免费的钱 那为什么要免费派发派币给我们呢 就是因为Pinework需要我们的关注 需要我们的公事 而需要我们以后在派的生态系统消费和使用我们所挖到的派币 而为派币赋能 让派币以后越来越有价值 派币的价值绝对不是凭空产生的 重点就在于派币需要在全球尽可能多的地区 拥有尽可能多的用户群体 然后有尽可能多的生态应用场景落地 再加上全体用户达成共识 那么派币就可以成为大家所使用的货币了 讲了这么多 你还有什么怀疑的部分 认为Pinework是骗局的吗 在下面留言吧 让大家好好的讨论 第二个误会是相信官方以外的消息 在继续讲下去之前 可以先点个赞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一直会听到有些派友会说 Pinework和尼古拉斯博士常常失信 但是我所知道的是 尼古拉斯博士所讲过的话 他都是做到的 这主要是因为有很多人都没有看官方在派主页面的更新 而只是从上线那里 聊天室或者是其他的管道打听消息 而当中就穿插了很多假消息 或者是很多个人错误的观点或者理解而造成了很多 第一 Pinework在2020年上组网 常常有很多人在我的影片留言说 Pinework说过要在2020年的3月14日或者是2020年底上组网又没有上 一拖再拖应该是上不了组网的 之前我就有在影片向早期加入的派友求证 官方是不是有说过这样的话呢 有很多的派友都留言没有 我自己也多番查证也是没有 事实就是有人在外面发放未经证实的消息而造成这样的误会 让很多早期加入的派友在当时就退出了 也让很多还在继续挖矿的早期先锋 认为Pinework没有信用和一拖再拖 第二 派币可以在去年底上交易所变现了 尼古老师博士去年说过最少13次Pinework会在2021年底上组网 但是从来没有说过可以在12月底就上交易所可以变现 这是大多数派友从各个消息渠道所听到的主观的看法 因为很多人都主观的认为上组网就意味着可以上交易所买卖变现了 就是有这样的主观 所以就有了期待 所以当官方宣布分闭式组网的时候就让很多人失望了 因为他们的期待落空了 老师说我也有一些失望 但是我明白期待归期待 也明白Pinework要可以开放式组网和派币要有价值 没有经过分闭式组网的这些步骤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 第三 一个派币1000美元 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很多影片很多部落格以及很多人喊一个派币314美元一个派币1000美元一个派币6700美元等等 这就让很多派友会有不现实的期待然后发一夜暴富的梦 所以当12月底公布分闭式组网的时候就让很多期待过高的人失望了 官方除了讲过现在派币的价值是零就从来没有提过派币的价格了 虽然有很多管理员也有提过价格 但是我们要明白管理员是不能代表官方的 他们大多数人也不是来自核心团队的 他们的看法多数也是出于他们本身的理解和主观 我们可以参考但是不能当作是官方的说法 那我们应该喊价格吗 一本认为是应该的 因为有公式是好事 但是就要喊一个合理以及有可能实现的价格 一本有在几部影片都有分享过我的公式价格是在什么条件之下 可以在三年后达到100美元 那如果你和一本有一样的公式就留言派吧 第三个误会是封闭式组网是为了拖 有人认为Pinework做不出组网就弄一个封闭式组网来拖 官方已经在去年12月的百批书有说过了 封闭式组网的必要性 第一给足整个网络的优化和测试时间 利用第一阶段进行完整测试 防止有漏洞 因为一旦有漏洞 开放式组网之后就会带来很大的麻烦 甚至导致整个网络崩溃 第二给足KYC申请审核时间 要确保每个人都是真实有效 防止虚假账户参与 破坏公平 同时因为数千万人需要时间进行验证 第三给足生态应用程序的开发和对接 让生态应用程序在对接过程之中更好地进行匹配 检测问题 完善问题 第四给足生态应用发展和进步的时间 在第二阶段开始之前就进入一个稳定的环境 第五让测试网络上的应用程序更好地过渡到第二阶段 这每一个步骤对于开放式组网都是很重要的 怎么会有人会认为Pinework是在拖呢 只要是做区块链项目的人就知道 你每拖一天就是在烧多一天的钱 谁不想项目可以快点做出来呢 但是罗马也不是一天建成的啊 我们不是做供链的又怎么知道做一条供链有多难呢 而且这条供链和别的供链的操作模式又不一样 手机挖矿模式 官方易货支付模式 所以可能不一样 需要更多的时间呢 草币思维的朋友可能会说 很多币的进度就快很多了 几个星期时间就可以推出上市了 不像Pinework这么慢 可能不了解的朋友听了就真的认为 Pinework是真的很慢的 需要知道很多币只需要复制合约协议 就可以在几分钟之内做一个币出来了 我都可以几分钟就做出一本币呢 然后有市场推广经验的人 再想一下炒作的概念 就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弄出来炒作了 你要派币也是这样的吗 我就不要了 我要的是一个需求和价值稳步上涨的派币 而不是炒作币 所以我不急也不吹 就相信尼古老师博士只是想把事情做好 第四个误会是Pinework托 就是为了赚广告费 还有人会说 Pinework迟迟不上组网 就是为了要慢慢利用你们的关注 来赚取广告费 官方有说过 建立和维持一个像Pinework这样规模的项目 是一项昂贵的努力 由于网络增长和规模很快 Pinework需要开发一个可持续的融资模式 以帮助支付维持Pinework的成本 目前听说仅仅服务器和电话验证服务的成本 每月就超过3万美元了 更不用说开发维护和运营成本了 更何况里面的广告并不是强制性的 它里面也加入了你可以选择关闭这个广告 关闭这个广告之后 就不会向你们弹出广告了 是否要你去看广告 它都让你选择了 你还会觉得项目方是专业靠广告来赚钱的吗 这么多黑派的说法 我最不能接受的就是这个说法了 因为把Pinework的格局看得太小了 第五个误会是全面KYC 去年官方虽然从来没有说过什么时候KYC 但是却常常有意无意的提到很快会KYC 这就让派友们有了期待了 一本的期待也是应该在去年12月前的 奈何这个Pinework自己开发的KYC 经过了几次测试 好像直到这个月初才达到官方的标准 然后在3月14日派日正式宣布大规模推出 没错 尼古拉斯博士有讲到是大规模推出 可能大家的理解就是3月14日之后 应该每个人都应该会收到KYC邀请了吧 但是过了两周还是很多人都没有收到 就有人开始急躁起来了 尼古拉斯博士也说了 预计申请名额的数量将稳步上升 当你符合条件时 KYC申请名额会在PiApp中弹出冲口的 虽然没有提到是什么条件 但是申请名额是会每天越来越多的 3月14日后的几天 的确没有什么听到有人拿到KYC邀请 但是这几天可以在各群组慢慢听到 有越来越多人操作了KYC了 也已经有人分享已经申请和通过KYC的图片了 通过KYC后还会问你 是不是愿意成为人工验证者赚取派P 当有越来越多人申请成为人工验证者 预计申请名额的数量就会增加得更快了 比如说如果今天1000人通过认证 在100多人验证者的帮助下 又有100多人成为验证者 我们最终就得到了200个验证者 这意味着第二天我们也有2000人 可以通过认证再生产200个验证者 总共400个验证者可以验证4000人 以此类推 所以放心 我们都准备好就一定会轮到我们的 一本有在这部影片分享派KYC的手把手教学 建议大家要先观看了解KYC的过程 准备随时KYC 有人说过每次你点了闪电不要急着关掉PiApp 再等个15分钟可能会弹出KYC邀请的窗口 一本已经试了几天都没有弹出 大家可以试试看 还有就是已经收到KYC邀请的朋友 请你在下面留言让大家知道吧 那好如果你觉得这部影片有帮到你 就记得一定要点赞分享和订阅这个频道 我是一本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